刚才也提过的3311是近期 炒高了 近期很厉害 Kase就没有货 还可否追究 究竟受惠基建有多受惠呢? 其实过去这两天两大棍很夸张 今天就开始偏远一点 我觉得也很正常的 升了两棍 一定是休息一休 但如果刚才Irene问到 究竟受惠的基建 这才报告有多少呢? 受惠程度是有的 如果不是也不会 升了两大棍 我想第一棍可以说 就算不要受惠 第一棍可以说是炒错 但也没理由还有多棍 所以实际上是有刺激的 因为始终今次的先键报告 其实也有特别 除了先说北区发展的因素之外 其实也有提到 加快落成33万户建多些公屋 其实这里对中国建筑改正有个帮助 因为其实它的业务 不仅是内地 香港也有很多业务 香港如果二分业务占比上 都差不多占收入三成 而香港业务里面 除了一些建筑相关之外 其实它是真的帮建一些出租供应房 即是变成公屋 所以如果你说这一刻 是真的长远这么多的公屋单位 真的要建成 对于Mk3Mk1 是有一个可能盈利上升的憧憬 所以股价这些机会反映到这种东西 因为又多一点的生意 多一点的盈利 多一点的订单 自然股价也可以稍微拉得上升 但是当然你现在看它的股价 其实是不高的 好像只有六倍多的 P2好像很低 但是我自己说所谓的调高 即是上一条股价也好 不是去到20倍那么誇張 十几倍那么誇張 始终本身Mk3Mk1这类型的股份 盈利增长是比较慢的 所以就算多一点生意 快一点也好 其实其实可能是Mk3Mk3是大约10倍左右 8-9倍左右的一个股价的水平 所以会有上个空间的股价 因为现在是6倍多的 但是我想短期可能会先头一头 所以我宁愿你会等回汽 有没有机会下回 譬如大概7.6、7.7这些位置 才考虑去上车会好一点 到时你就看回Igain差不多 可能9元那里做回目标 但是在下来我想都要订回离场 因为很多时候很害怕就是看来这样看 但是有时候炒了两周之后就安静了 就是有时候说不买 所以我想向下来说 如果你真的7.6上车的话 放回大概6.8这些位置 做回指示会好一点 是 是